台东华雁地区 在这边其实是看曙光的绝佳景点 目前台东这边看起来是蓝天白云 而且还透光 像是台东一带 不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今天的温度大概是25度 而且雨势也比较少 真的是好消息 不过如果你要到这个海边的话 呼吁大家千万不要 因为风浪很强 而且温度很低 不要去陷海风 真的是很冷 如果你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话 记得加件外套 因为在强风的效应价 再加上低温 体感温度会流失的比较快 那么今天的清晨温度都还满低的 大概是13到14度 而且普遍都在20度以下 真的有够冷的 一大早起床的时候 真的是意志力的大对抗 真的有点想请假 因为今天温度真的很低 而且很凉冷 主要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再加上北台湾东北部 持续在下雨 我们透过雷达卫星图 带你来看看 目前雨都下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都是迎风面的降雨 那么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一带 目前都是豪大雨特曝的范围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地区 今天有机会会下到豪雨以上的等级 那么像是大台北的山区 细致一带 金山万里 今天也都是大雨特曝的范围 来看一下两日累积雨量 目前这两天雨下得最多的地方 那么就是在新北市的金山 瑞峰以及万里地区 主要都有150毫米以上的近障 尤其是新北市的金山 已经来到了165.5毫米 另外像是北市的晴天罡也来到了131毫米 基隆地区也快要破百毫米了 那么雨是还会累加当中 那么虽然明天东北季风逐渐减弱了 但是雨持续下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那么今天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冷空气一进来 因此温度都偏低 尖清晨将是这个礼拜最冷的时刻 所以在北部东北部地区大概是18到22度 而且今天台湾本岛的测诞 都刷新了入冬以来的新低纪录 那么包含像是南筹的中辽地区 也来到了14.3度 至于中南部一带 今天高温大概是这个28到30度左右 那么花莲跟台东地区 今天大概是25度 那么日夜温差非常的大 南北的温差也高达了10度以上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清晨最低温 失落在哪里呢 离岛的马祖只有11.7度 连江地区12.1度 那么像是台湾本岛地区的南投中辽 刚有提到14.3 桃园的茶改也来到了14.3度 那么包含像是淡水地区 温度也都偏低 那么像是大台北 今天的温度也只有13.6度而已 所以说清晨的温度很低 那么一整天都很凉冷 都在20度以下 那这样的湿凉的天气状况 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礼拜二将是最冷的一天 那北市的市区大概是17度 郊区也只有15度而已 基本上都是迎风面的降雨 尤其是宜兰一带 基隆北海岸 今天都是豪大雨特报的范围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大概是25到30度 日夜温差大概是10度以上 礼拜三礼拜四 虽然东北季风减弱了 但是你看到这整个回波 迎风面的降雨 北部东北部甚至东半部一带 这个雨势呢都比较明显 那么虽然北部的温度回升 来到21度20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大概是27度 礼拜五开始 然后东北季风又逐渐增强了 那么北部东半部一带 依旧是局部阴雨 那么中南部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那么今天除了低温会下雨 那么另外一个天气重点 那么就是风浪很强 来看一下波浪分析图 尤其是新北市的富贵角 目前迎测的4.6米的浪高 那么今天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恒春半岛 沿海风浪都很大 另外中央气象局也针对局部一些地方 发布了强风特报 那么范围包含了这个台南到桃源一带 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 离岛的澎湖金门跟拿祖 以及兰宇跟绿岛地区 今天都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再来看一下未来北部的温度趋势 那么北台湾今天温度偏低 来到18度 清晨夜里的温度也只有16度而已 蛮凉冷的 大家外出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明开始东北季风减弱 温度逐渐的回升 来到23度 礼拜五又一波冷空气要爆到了 也就是这个礼拜第二波的东北季风 那么温度下烫20度 那么尤其礼拜日到下礼拜一 温度也很低 大概是19度左右 所以说冬天已经来报到了 可以换进了 把冬天的衣服通通搬出来吧 再来看中部的温度趋势 那么中台湾地区 高温大概是26到27度 而且日夜温差有一点大 清晨跟夜累温度大概是19度左右 南台湾地区是艳阳高照的 已经到了这个冬天了 不过你看到这温度 大概是27到29度 那么清晨跟夜里的温度大概是21度 东半部一带要看到的是宜兰 宜兰地区温度是偏低 而且雨势也蛮明显的 道市花林跟台东地区温度略高 那么基本上今天的温度 军温都大概是22度 那么夜里的温度大概是20度左右 年开始温度逐渐的回升 而且到了礼拜四这一天 温度可以回到25度 不过礼拜五开始又有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因此温度略降大概是23到24度左右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发威 那么今天将是这个礼拜最冷的一天 那么现在如果要外出的北部东北部的观众朋友 记得带雨具 而且要穿远温外套 注意好保暖的工作 宗南部一带 日夜温差 有一些大因此也要带往外套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天气资讯